現在民眾冠上的一個稱呼都叫 稱之為遺體修復師 那我們是比較習慣稱自己為遺體的美容師 胸部或者是在躯幹的部位 因為撞擊而休克死亡的這個比較多 這種災難型的案件 有的家屬在第一時間會覺得憤怒 會覺得不捨 會難過 甚至有的他可能會放空 沒有辦法相信 真的沒辦法相信 我還沒有辦法面對些 那個不是 你懂嗎 我們會完全站在家屬跟王者的角度來幫忙你們 任何的事情我們都會願意幫忙 所有的單位走了之後 這個修復師 這個氣餘修復師在這裡陪伴我們 不眠不休的這樣子 幫我爸爸快一點可以讓他回家 真的我很感謝他們 真的真的 我們真的很感謝他 他們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我做遺體美容師到現在 接手過的遺體有上千句 我們接觸遺體要施作之前 我們都會先審視遺體要減傷 我看到每一道創口都會深入的去思考 造成這樣的創口的時候 它是什麼樣的感受 痛與不痛 難不難過 這樣的過程裡面我就會坐落在王者本身的角色之中 無形中所謂的同理心就會遊覽而生 像醫師他們是在救治活人在救治病患 那我們也可以比例做我們是這個遺體的醫師 我們寧願花更多的時間跟工序去用它本來屬於他自己的器官或組織 從新的去拼湊重建 對我們不願意做過多的人工加工或是外加給王者不屬於他自己的組織的東西 從事遺體美容這個行業之前 我的人生也曾經找不到自我的定位跟方向 在那個年代 台灣人人人腳踏 我跟我媽說我要做兄弟 我不要打掃 我媽媽她是在眾人面前向我下跪 她求我不要 希望我可以收斂一點 不是無動於衷的 曾經因為組織犯罪槍炮的這些條例 那接著台南建立 在那個很失去自由 特別又是最艱苦的堅鎖裡面 我遇到了我人生非常重要的兩個人生的 一個人生的一個導師 她就是教諱師 必須要先保護我們自己之後 才能讓我們的家人更安心 這份工作是無償的 她只能領到微博的車碼費補貼 其中這個女老師 她每個禮拜都要做普塊的那種列車 經過很多車站 然後慢慢走路 我上她的課的時候 她的眼睛是近乎失明的 她看我們教的作業 看我們寫的稿子 她要拿那個放大鏡這樣看 她才看得到我們寫的字 然後她的腳 一隻腳是很難行走 她拿著住行器 從車站這樣慢慢走 然後轉車到監所一步一步走這樣 她還是堅持要去幫我們上課 從我變壞開始 她是第一個讓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有好人的人 她是第一個讓我真正的感覺到說 這個世界上是有人願意 無償的去為別人付出的 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歡小孩子 很希望可以有一個女兒 跟太太球女很多年 一直都沒有結果 台南圍貫的這個任務 這是我們最艱難的任務 在圍貫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大概三分之一的 罹難者都是孩子 圍貫第一個被挖掘出來 是一對婦女 爸爸就是抱著她小女兒 就是要保護她的小女兒跟她太太 他們家一家五口 死亡四個 只剩她媽媽一個人毒火 那她媽媽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月 她知道說我們有幫她兩個兒子 讓他們完整的離開 離開這個世界 她對我們非常感謝 連續兩天做了兩個夢 第一天夢到一個小孩子 然後很快速跑過來 撞到她的肚子 她醒來了 第二天的時候 她夢到之前的這兩個兄弟 然後到最後兩個兄弟牽著手 轉頭又跟我太太道別 揮手道別 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們確定 產檢確定 她懷的是女生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你忘記她們有個妹妹嗎 人家兩個哥哥 她不是來跟你說哈囉 她是來跟她妹妹說 goodbye的 後來我們去台南看這個媽媽的時候 然後她聽完我的這些陳述 她轉頭問我太太說 你的預產期是不是在一月底 一月幾號之間 我太太說對啊 她說那我相信她是我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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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陸陸續都會有人跟我講說 你老公好像比之前前兩年看到 還是去年上個月 看到好像又變更溫柔了 好奇怪 開心應該說幸福 對 我們這樣子雖然在做的過程是辛苦的 但是結局是幸福的就好 我從來沒去想過說 從這個工作裡面去獲得什麼樣的成就 或者是驕傲的這個收穫 我可以活得有尊嚴 可以活得理所當然 心安理由 這個是我從這份工作 所獲得的最大的一個成就跟收穫